- 主席、各位同仁 - 主席、各位同仁 - 这一条第十一条 - 我想跟前面几条 - 民进党一直提出来 - 对中小基业要扶助 - 要帮忙要辅导 - 但是国民党都在反对 - 忽然加出这一条 非常不搭調 看得出來它是暫時性的 不是長期性的 它也不是一個勞工政策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可能是因為吳院長看到 大家都講做小企業 那麼他沒有來一條難以交代 所以他就插了這一條 這一條看得出來 它是非常空白的授權勢立法 這等於說是給行政院 一個莫大的發錢的一個權限 換句話說他這個發錢是得 要不要給你都可以 同時他對這個額度 資格 基準 期限 程序 機關等等 都由他決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行政機關一定會濫用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同時他這個短期的補助 對企業沒有讓他升級 沒有輔導他做營運 效果不大 尤其你看很多的公司 在補助的時候 或者說要用外勞的時候 他人數不夠 他會灌水 在因為業績不好的時候 你為了領這個補助費 你可能員工會灌水 會有假的勞工跑出來 那麼他如果用真的勞工的話 業績不好 他這樣還要遣散 對他是莫大的負擔 那他又想得到這筆錢 他就會用假勞工 會灌水 那這個時候 又讓企業 更增加他的困擾 更增加他的弊端 反而造成司法機關 還要進入偵辦 這非常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條文 老實講 可能是我們的行政院長 真的是為了解決 現在失業率激高不下 然後民生物資又漲 水油電瓦斯 每天在上漲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籌莫展 拿不出一個好的政策 拿不出一個勞工政策 拿不出一個就業政策 拿不出一個經濟對策 所以造成他這有病亂投醫 才會用這個填鴨式的 急救張的 空白授權的 拒倦法的 撒錢發錢的 這種做法 是非常的不妥當 對我們的企業 不但沒有幫助啊 還鼓勵啊 中小企業啊 盡量灌水 盡量來領錢 這樣子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作為 所以呢 我們認為這條一定要刪除啊 讓它回歸原帳 回歸到正常的發展